- 走入三峽區秀川裡的秀川街 Q版彩繪牆壁映入眼簾 畫出一幅幅的三峽歷史 入口的唐山過台灣 刻畫全州人渡海來台的艱辛 亦是三峽發展的起點 也有人因為要送兒女出外去 到台灣來探家來探金營 所以說非常的不捨 所以這一張圖稿上面看出的 當時渡海來台那個時代的社會背景 三峽區秀川裡里長李凱瑞說 多數人只知道日治時期蓋的三峽老街 但其實秀川街才是三峽的第一條街道 所以外地人如果乘船來到了這個三峽 第一個登陸的就是在宰蘇廟口 那宰蘇廟口自然就形成了這一些商業街道 也就是現在所謂的秀川街 慢慢萬商雲集 所有的行業全部聚集在這裡 那帶動了三峽的整個經濟環境 秀川街上每幅畫作 述說三峽的故事 從古早雜貨店 三峽傳統產業茶行 出名的山泉水豆花 打逼的方式讓更多外地人認識三峽 記者劉安靜劉敏宣三峽報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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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